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今集看到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下, 就在新華網見到,根據新華網消息, 北京在11月1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簽署名令發佈軍隊裝備訂購規定,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, 裏邊說規定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, 深入貫徹習近平的強軍思想,深入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, 及著眼有效地履行新時代人民軍隊使命任務, 全面聚焦備戰打仗,深刻把握裝備訂購工作的特點規律, 及科學規範新形勢下,裝備訂購工作的基本原則、 基本任務、基本內容及管理制度,是軍隊裝備訂購工作的基本法規。 這規定一共有8章42條, 按照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總主戰的總原則, 規範軍隊裝備訂購工作的管理機制, 堅持以戰領建,明確保障戰鬥力快速生成的具體措施, 及貫徹軍隊現代化管理理念,完善裝備訂購工作需求生成, 及規劃計劃、建設立行、立合同訂立及履行監督管理流程, 及破解制約裝備建設的矛盾問題, 構建品質至上,競爭擇優集約高效及監督制行的工作制度。 消息就好似上邊講, 看下邊的簡介就是要做好裝備訂購管理, 還有就是各類流程要標準化及做到高效, 不過如果是看上邊所講的另一點, 他就說要全面聚焦備戰打仗, 不知他所指的備戰打仗是針對哪個國家或地區? 今集我就不做過多評論了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就在下邊留個言吧,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 拜拜!